歡迎收看收看關心電影的南島新聞 因應六國中的老人人口每年在生中 東華便衣就來到初期社区 生日四季共同等舊站 並且來幾乎百百二十 未來將會在這每個星期 基本全港的路人庫庭 希望不僅適合社會中部的地點完成的照顧 也讓他們可以增加社會成功 在高零化社會之下 登校服務是相當重要 在山頂東華便衣就來到六國鄉 從慶社区生日四季登校站 並且來北華中部的任何事 我們初鄉社區 新的成立一個關懷祭典 也很感謝東華醫院幫我們協助幫忙 也很富裕 我們初鄉社區的社区的事大人 普通是要來這裡走一走 讓自己的家庭保持很清晰 基本上我們都是禮拜二全日 早上都會上一些健康促進的活動 讓長輩能夠走出家裡 來做我們的社會參與 中午還有一個共餐 我們的工作人員都會跟他做一個安全看事 進到這個社區來 幫我們長輩顧好他的健康也是很重要的 有在當時有古典的服務 就可以讓長輩多走出火花 增加社會參與 也能援援老人世界的狀況發生 我今年九十六歲 今天來三十歲 就來看這裡 像我們六個這樣 大家出來 有一個老人的生活 起床 比較不會說這樣 老人出財 現在生老人 也都比較沒力氣 像這樣 如果有一個時間 要來這裡 都大家做會 像這個 有一個度 或是 到那裡 都很好 但因為六個鄉的醫療之外 是相當的情況 東華北醫不僅在這裡 設立當教股店 比他更加基盤醫療順匯的服務 好在這裡 鄉親要走去白 鄉頂主醫 我們醫院其實一直都在 長照的部分 然後偏鄉的部分 老人照護跟醫療的部分 我們醫院一直費盡心力 我們甚至在這個地方 準備推行我們的一些 門診的醫療 巡迴的醫療 那這些包括了中醫 甚至我們西醫 那更重要的是 像復健科 一些復健器具 我們都會努力 在國內的客座之下 初期社會中部 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顧 他就在地老化健康老化的目標 繼續收看 不得